故宫的国宝库房是国家文物最重要的收藏地 但是立委陈一杰爆料 去年的4月28号担任故宫指导委员的林百里 在政府院长的带领下进入库房参观 但是问题是他的拍卖官好友郭茜如也一起进去看了 立委批评耍特权 但是故宫说郭茜如当时登记的身份是他的特别助理 因此没有问题 人人都对国家宝物充满好奇 戒备森严的库房禁地更让人想要一窥就近 但是有立委爆料故宫私自开放国宝库房让特定人士参观 根据爆料内容 去年的4月28号 当时的故宫院长周公新和现任院长的冯明珠 带领承包团队和林百里 以及林百里的好友郭茜如等人 以特别参观的名义进入国宝库房 从我们过去调来的资料里面 任何从来都没有任何的一位委员 或者是指导委员或者是招委 曾经出入过库房参观 那唯有我们林百里 郭茜如并非故宫职员 艺术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加上持有国际艺术品鉴定的拍卖官执照 让陈一杰质疑故宫近年来的文物遗失大有玄机 合理的怀疑说这几年来多的遗失的物件 会不会是有人偷容转奉 这个参观的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南院建筑设计 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考察 都是依照这个规范来办理的 强调一切依法办理 而郭茜如的身份 应该是这个林召集人 他这边带着他的助理 带着他相关的人员来 郭茜如曾因与林百里的牵手杖宏极一时 如今院方只用秘书一说模糊带过 也让故宫的管理再被打上问号